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首先要多謝大家的關心 這兩天都收到很多的問候 究竟我又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扁圖線又再發作 搞到連吞口水都痛 所以趁機休息兩天 今天都好得七七八八 所以就可以恢復廣播 聖誕節的長假期剛剛就過去了 我們一齊來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1月6日就是國會的聯席會議 陸續都有眾議員表態 是力挺特朗普的 而當中還有不少是在這一屆的選舉當中新當選 其中一位 就是來自科羅拉多州的博伯特 他就是一位女性的議員 他就揚言 要在1月6日的參眾兩院 熬聯席會議上 挑戰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阻止拜登當選 他說這樣做 無非就是要基於 對美國憲法的尊重 以及對選民負責 對於在網絡上針對他的惡意污衊 他就說 這樣的指控 無非就是人格謀殺 他這次要在國會聯席會議上提出挑戰 並不是說謀劃個人的利益 而是要從社會主義者手中 拯救自己的國家 他說今次的選舉是極具爭議的 他就認為 特朗普總統應該傾盡一切 並且行使他作為總統所擁有的所有權力 來確保得到 美國人擁有真正公平和自由的選舉 而國會就應該要對於各種選舉違規的指控作出調查 最後博伯特就提到 說民主黨人總是想千方百計 剝奪憲法 賦予給美國人擁有槍械的權利 當他們想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 民主黨人就會感到受威脅 他就仰言 會攜帶槍枝進入國會 來保護自己 並且還希望 在美國最危險的城市 華盛頓 行使這個權利 他說民主黨人想剝奪他的持槍權 他就要確保得到 民主黨人 做不到這件事 這個議員都算厲害了 帶著槍走進國會 去那裏撐特朗普 其實他這個行為 或者叫做表態 現在還沒做 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得到 那些擁有槍權的民意走向是怎樣的 明顯地就是力挺特朗普的多 如果不是這位博伯特議員 就斷然不會說拿著槍去撐特朗普 當然他那個 說法就是要拿來自衛 保障自己 但是這個象徵意義就很強 眾議院的反應就很熱烈了 但是奈何眾議院 就不能夠過半數的 民主黨仍然是佔優勢的 參議院又怎樣呢 那些懦弱 退縮 和不戰而行的人 就真的多到爆了 之前我們也有提過 就說有好幾位的參議員 對於在1月6日的國會 聯席會議上提出挑戰 是持開放態度的 不過 直至到聖誕假之後 都仍然只有1位的 參議員 是肯非常之斬聽截鐵地答應 說一定會在那天提出挑戰 而這位又是新科議員來的 剛剛這一屆才當選 就是來自阿拉巴馬州選區的 杜伯維爾 即是說那些做得久的老油條 每個人都是 要不就是觀望態度 要不就是 翹上雙手不理 那些就叫做名義上的共和黨人 所以整個參議院的反應 就是相當冷淡的 當然 克魯茲 Ted Cruz 他之前也有提過 就說 1月6日 提出挑戰 他也是開放的 這個態度 我相信他到最後都會歸隊 問題就是 擺明就是不夠人 你看看這個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 參議院的 法規委員會主席 布朗特 都說 叫共和黨的參議員 不要在1月6日提出這個挑戰 這兩位都是共和黨人 到底為什麼他們在這個階段要配冷水呢 明明共和黨到現在都明明是 在參議院是50-48的 你只要在喬治亞州贏得一席 那你已經51對49了 如果你這班共和黨的議員 是能夠團結一致的時候 基本上在參議院的層次 共和黨就是擁有絕對的優勢 只不過這班人正正就是分崩離戚 是離心離德 尤其是就是 以這個麥康奈爾為首的那個樓派 馬鎮就在那裡暢淡 基本上你走兩票 你就已經沒有優勢了 我都可以肯定 就算是發動得到這個反對的都好 基本上 兩院都是會同時否決的 你這個眾議院沒得好說 非戰之罪 因為你這個共和黨過不了半數 就算多熱情都沒有用 那些議員 問題就是 你參議院過半數都過不了 就很醜 但是為什麼 這個麥康奈爾 還有有一群傢伙 這樣出來說 不要搞那麼多 因為會不會令到他們很尷尬 因為一旦成功提出了這個反對的時候 真的提出挑戰的時候 就要進入兩個小時的辯論階段 辯論完了就要表決 那個表決就是記名 到時候 誰是人 誰是鬼 全部都現形 當然你說 麥康奈爾 一早已經黃了 沒得好說 問題就是 他要保住那些未曾現形的人 所以他們 經常都很想 壓住這個挑戰 不要讓他出現 因為一旦 成功挑戰的時候 你就要表決 到時候 這群人 頭又不是 不頭又不是 就會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兩難 因為如果他們要投反對票的話 就不需要搞那麼多事 走出來 支持特朗普 你表態都可以 他們這樣一一樣樣 搞來搞去 就是不想表態 不想表態 就是因為他不想反對 好了 但是如果要他投票投贊成 他又未必投得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又會遭到選民的唾棄 他們是辜負了選民的期望 他們不可能投贊成的 一投的時候 他們就現形了 是等同於背叛了黨 背叛了現任的總統 以及背叛了選民 你沒有理由說 去投贊成的 因為你投贊成的時候 你等同於 告訴選民 現在這一次選舉 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是公正的 這個過程當中 是沒有出現問題的 你才會投的 是不是 如果過程當中 是出現了很多違規行為 你都按照頭 你也有問題 一個人都 所以他就有個兩欄在這裏 就算說 不投贊成 不投反對 拉隊行人 就算了 直接都不表態 你一樣是樣子的 為什麼呢 照樣子是現形的 當時叫你表決 你整班共和黨人拉隊走 那你不一樣 在那個投票記錄顯示 看到你沒有投票 沒有投票 就一樣會遭到選民的問責 所以 他們就很想壓低這些挑戰 根本上這個挑戰是不會成功的 但是就會令到這班人陷入一個困局 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 那些現任的共和黨參議員 是受到這班人有多大的壓力才行 來來去去的一個新科的參議員 願意站出來 其他那些 我想 就算說撐特朗普的 可能面對著那麼多人走過去撕押 就是勸行 可能都未表態字 不過去到6號都會歸隊 但是老實說 就算提出挑戰也好 都很難從這個方法來去挑走拜登 你唯一在國會這條路可以怎樣挑走拜登 就是靠這個 副總統兼參議院議長彭斯 實情他就真的是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當日如果他是不出席這場會議的話 基本上這一次的聯席會議就打水票了 因為法例寫得明是要他主持的 當然這個就是 最穩妥 最保險 最安全的做法 但是我又看不到 彭斯 他會逃避這場會議 因為他是一個很盡責的人 照計他就不會出此下策 就算你說他出席這場會議 主持這場會議 開票 唱票 但是他還有沒有其他的權力 他是有的 由於有七個搖擺州 出現了雙份的選舉人票 上了國會 彭斯就有一個絕對的權力 就是 兩份的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他都不認證 不需要教了 這七個州 出現了兩份 不投了 這七個州全部是作廢 他兩份都不認證 行不行 是行的 只是在乎彭斯他做不做這一步 所以彭斯的角色是很關鍵的 這個參議院議長 他做副總統四年 最關鍵就是1月6日 但是到底他的取態是怎樣 目前你都說就相當明確 他說要確保得到每一張合法的選票 都是被點算在內 他說會繼續戰鬥下去 我們就是 沽網聽之就沽網信之 唯有是這樣 當然那些左媒就攻擊他 就說他已經倒過了 背叛特朗普 我不相信 那些左媒不需要聽他們的腦點 問題就是我見到林 Wood律師 他就見到 似乎彭斯在過去 一個星期沒有怎麼動 其實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沒有做到 林 Wood可能對他有些不滿 就說 這個 彭斯也是信不過 如何如何 這樣 我覺得 言之上 林 Wood律師說 彭斯靠不住 問題就是他靠不靠得住 你唯一可以倚仗的 就是彭斯 靠不住你也要靠 老實說就是他的一念之差 到底他怎麼看 怎麼想 真的決定在他手上 如果到最後 沒有事情發生 都是 照樣唱票 然後 認證 這樣 都沒有話好說 和平手段 去到 1月6日 如果都是用不了 那就沒有了 真是沒有 近期就去到1月19日才結束 在1月6日至19日這段時間 究竟特朗普還會不會採用其他的手段呢 那就真是不知道 但是似乎他面對的壓力都很大 你看他現在剛剛收到的消息就是 他也是沿風不動地簽署了那個所謂抗疫紓困法案 一點都沒有改變 總之裡面出現的問題都沒有辦法 因為沒辦法 因為裡面就牽涉到這個派600元 還有是牽涉到那個政府支出的問題 如果他是堅決不簽署的時候 就會令到美國政府有一段時間出現了一個財政的懸崖 就會停擺一段時間 令到那些人是拿不到失業救濟 令到政府沒有錢用 他就想化解這個危機 所以他就局簽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又另外再看一件事 就是在其實早幾天的 這個下代理國防部長米勒 在一次的演講當中 他就公開地多謝彭斯 他說 多得彭斯副總統的無私協助 就令到他能夠完成得到 美軍歷史上最複雜的軍事行動之一 到底是什麼呢 他就沒有講的 沒有解釋到相關的內容 但是我相信就是跟所謂的曲速行動有關 就是說 美軍負責運送那些武肺疫苗 到各州來分發 好了 這個叫做 最複雜的軍事行動 我猜的應該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其他 如果這件事是最複雜的時候 複雜之處在哪裏 就是分發疫苗 是不是有些懸愛之音呢 還是純粹發牙痕出口術呢 我就真的很難判斷 不過也不要緊 現在已經到了12月28日 如果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一定會在1月20日之前發生 如果不是 就永遠不會發生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這幾個星期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